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羊 那我們今天要來畫的是熱狗 熱狗的重點呢,就是中間那一根香腸 所以那我用弧形工具呢,拉出一條我滿意的曲線 接著 第二個步驟呢,就是先幫香腸顏色配出來 然後我們把筆畫打開,改成圓端點,筆畫加粗 這個可以胖一點,讓它有明顯的彎曲感 我覺得這樣熱狗看起來飽滿才好吃 那因為這樣不太好選擇喔,所以出戲只要確定沒問題之後啊 我們就去做一下展開,將它轉換成物件甜色 這時候呢,這個配色如果不喜歡的話,再花點時間開一下吧 我覺得可以稍微重一點點喔,紅潤紅潤三重的樣子 那當然保在花的時候呢,只有一個重點 它要被我包覆桿 那所謂的包覆桿其實 我認為也不難啊,就是把它包起來一碗 所以我們再配上一個麵包皮的顏色 這裡呢,我是畫一個椭圓工具出來喔 這裡呢,我們就是要來練習一下 利用小白,然後把我們的形狀調出來 把手去轉一下 這裡,拉下來 這裡一定要超過去一點點喔 如果你沒有畫超過去一點點的話 它是沒辦法做出包覆的感覺 然後再來是這裡 這裡如果用鋼筆直接拉,當然會知道會比較快啦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 你用小白去拉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練習這些 基礎結構體的概念 所以你如果能用小白拉出你想要的形狀 符合你要的需求的話 那我覺得你未來用鋼筆工具 想要拉出你 畫面上的效果 我覺得會更輕鬆一點喔 不過像以這個翻例來說的話 我會覺得說 這個麵包的這種有點 香蕉形狀,月亮形狀的話 有時候不是這麼好處理喔 所以說如果你能用小白慢慢調出來的話 這個形狀烙印在腦海中 我覺得會加分蠻多的 然後這邊有這個參考值嘛 我們就可以直接用鋼筆工具來做囉 稍微凸出來一點點 然後翹起來 轉一圈 後度接近喔 對,接近 然後拉一圈 繞過來 接著繞一圈 好,之後排列順序先把它丟到後面去 這裡的包覆感覺像這樣子 那這裡如果是我的話 我再稍微調一下 就是說呢 我會希望啊 稍等一下 好像說這個熱狗啊 底下也稍微超過去向 有點這種感覺 所以這裡要調的話呢 如果你的麵包已經不太好調整的話 那就把熱狗再放大一些吧 有點這種感覺 這裡也要做出那種穿插的感覺好像 稍微再調一下 我覺得這個比例可能要花點時間慢慢調一下 好 那這個你自己感覺一下有沒有包覆感 如果你覺得你看到已經有點麻痹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做一個動作 就是金色 兩邊都看一下 沒什麼問題 這個就算 有包覆感了 接著呢我們就要把它的立體感給做出來 這個步驟應該歸在這裡 這裡呢我們就先把內側的這個啊 亮色先做出來喔 一樣沿著邊緣厚度 粉筆對一下 然後轉過來 接著回到底下繞一圈 回到小黑把背景這一塊選起來 Ctrl C 然後把它放到中間來 顏色調亮 這個就會像麵包內側的部分喔 接著再來 到這裡呢 基本上 基本形狀都算完成了 只擦上那個 蜂蜜芥末醬或蕃茄醬 辣醬那些 所以那我們先把立體感先做出來喔 立體感的話呢 後面這一塊會比較特別一點點 因為這一塊是凸一小塊在這邊 然後會被前面蓋住 所以來我們先來做一下 第一個呢 你記得要沿著這邊去抓出來這個形狀喔 這是這個範例裡面比較特別的一塊 那陰影我們在做的話呢 都是做個兩層左右 然後一樣都是用弱對比的方式來完成 先複製然後做交集 顏色調深一些 然後接著呢 再把顏色調更重一點 範圍再更小一些 一圈 繞一圈 好了之後一樣 Ctrl C Ctrl F 復旋交集 然後再把顏色調深 就是這樣做一個很簡單的弱對比 然後範圍如果太小的話 你就把它拿帶線喔 慢慢跳 就這樣 然後呢 後面這一塊呢 顏色就跟前面這一塊一樣 所以我們一樣畫個色塊進來 複選它之後 然後 然後 交集 顏色用一下就可以喔 那這個地方呢 如果要精緻度再更高一點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再做一個很小很小的範圍 然後顏色再加重一些 它就是另外一個比較重的陰影在這裡了 然後內側的話呢 也會有一層陰影喔 所以我們把內側這層陰影再做進來 因為它被熱狗遮住了嘛 所以它也會遮住一點點陰影 顏色地管吸起來 調深一些些 那要不要再貼近一點 加一層那個 就看個人喔 然後呢 有曲線彎曲的地方呢 像從這裡開始 你就可以抓個大概的範圍 然後把這裡調深 然後這裡調深的部分都做完了嘛 那再我們把上方的亮面做進來 然後亮面的話呢 我們有很多方式可以完成 我們可以用比較偷懶的方式 就是 顏色選起來之後呢 先調亮 然後利用我們的點滴筆刷工具 利用小路大街的方式呢 把筆刷縮放出來 然後大膽的沿著曲線畫過來 然後接著呢 再把顏色再調亮一點點 筆刷用路縮小 然後沿著它畫過來 如果手抖得很難看啊 就再做一次喔 如果手抖得很難看啊 然後再更亮一點點 雖然說 我們的太亨保的表面呢 不可能有這麼亮的光點喔 等等 但是我 因為是插畫喔 所以我會建議做一下這件事情 然後側邊這裡 你也可以加一下 這裡是最小筆刷喔 所以 這裡你可能得畫一下之後呢 去縮小 或者用鋼筆工具 然後畫完之後再去調顏色 然後內側這一塊啊 我覺得顏色可以再更深一點 因為它非常貼近喔 做出一點點凹凸感的感覺 然後像中間這裡交界的地方啊 像我們之前的飯店在做的時候 都會多做一層喔 就讓它做一個小過渡用的 然後這裡我把不透明度調低一點 這個就是 薄薄的一片喔 就可以做過渡 然後上方可能會超過去 這裡 像這樣 這個圖啊 做久之後就會知道說 大概你怎麼調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問題 那再回過頭去 稍微修飾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換熱狗 熱狗的話呢 在附近分出來 然後換熱狗喔 熱狗的陰影的範圍呢 會很大喔 然後繞一圈 如果是純色的話 我會建議你不要用色彩增值喔 是直接去調CMO也可以把顏色調進來 然後再來 更裡面一點點 顏色再更重一點點 顏色再更重一點點 像這顏色在調過程當中 如果你真的發現不行的話 再加K進來 要不然你盡量不要去直接加K喔 然後這顏色我覺得太多了 調完了一點點 正常來說 我們在調色來說 我會建議你就是 有規律的去做啦 那顏色在看的時候 還不會落差這麼大 然後熱狗呢 表面這邊也要加量喔 所以我們再用點滴筆刷 然後 顏色調量 如果你真的很懶的話 就是直接用白色 然後去調混合模式的柔光就好了 這樣就一勞用意 好 再來 再來呢 就是把 我覺得蜂蜜鍵味道比較適喔 因為熱狗本身是紅色的 大家用紅色的話 看不出來差別 所以我們就是 直接大膽的話 S線 然後蜂蜜鍵墨醬 配色就很單純了 顏色重一點點的橘黃色 然後筆畫條圓角 加出 然後波浪 這個畫得很醜 再畫一次 這裡啊 你可以考慮一下 看要不要試試看用前筆工具 然後把它的平滑加一個進來 再來就是 很隨性的畫一次線 這樣好像比剛剛畫得好看很多 然後呢 好了一樣先去做一下 展開 把線條轉換成物件填色 接著 這裡有很多懶人做法喔 一種的話呢 比較辛苦的就是 光點跟陰影 一個部分一個部分就把它做出來 那如果懶人做法就像這樣子 Ctrl C Ctrl F 然後去配色彩增值 利用色彩增值的交錯 像這樣子交錯 然後大小可能說 放一下 你讓你看 雖然你會發現到有些地方不合理 但是讓你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種效果還是 比想像中還好很多喔 然後接著我們再就是 Ctrl C Ctrl F 這一邊呢 我們給它像揉光 網屏重疊都可以 這樣子它就會有那種 像這樣 莫名其妙的層次喔 我覺得是一個 蠻懶人的做法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效果啊 太多的話 就是把它 群組起來之後呢 適當的縮小一些些 然後旋轉一下 那就會用視覺上的障礙法 像這樣障眼法 不是障礙法 然後呢 再來我們就是再加工一下細節的部分 像是這個麵包啊 本身我們可以再先 雜點在上方喔 利用我們的圖 內建圖樣 這個之前都要再打一個 我有說過了 再做一次 選擇紋理之後呢 確保物件填射在上 然後去點點看 那這裡啊 不管你先選到哪一個喔 我會建議你先把 設定先 參數先調好 舉例這個好了 這個呢 我們就譬如說 加深的話呢 就色彩正直 那因為它本身是黑色 所以你只要調 不透明度就好 那如果假設我是調網平的話呢 它會反向加量 我把不透明度再調低 調這個時候要很小心喔 因為有不小心的話 它會變成發霉喔 所以在玩這個 材質合成上來說 要很小心很小心很小心 我們的目的呢 是會要增加麵包上的一些紋理 因為有一種麵包是光滑的 那有一種麵包上方是會有一些 點點粉的 那 有粉的啊 就一點一點的這樣子 然後這裡如果你畫很重呢 那你就覺得不夠的話 你可以用筆刷再去少一點一下 增加一些它的紋理 那這裡 沒有哪個標準好啦 反正就說點點看好 選選看 然後反向這邊也要 Ctrl-C Ctrl-F 再來 到這裡呢 如果近看當然不好看啦 但大家看的話我覺得效果還不錯 那當然有一些小細節 可以再稍微加強一下 譬如說熱狗的尾端這邊 就是 冠連牆嘛 它有一個那個 痕跡喔 就是 好像綁起來 然後隔斷那種感覺 就是這樣 就是畫一個形狀出來 然後如果想要加立體桿的話呢 就偏偏再加一個光斑這樣子 或者光的反光喔 反進光這樣子 就可以了 然後這這樣子的陰影啊 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可以再補一層喔 當然再更多一些些 然後這這樣子的陰影啊 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可以再補一層喔 當然再更多一些些 就把它遜用小一點點 像這樣子 真的我覺得比較像麵包店的感覺 不會不像發霉 那這邊有套用一樣的效果的話 我們就把它選舉起來之後呢 用敵人把它吸過來 然後再來 熱狗的部分比較簡單喔 它沒有特別複雜的 它只有一個這個包覆感要把它做進來 那像我現在在看的話 我覺得這個麵包 這邊應該可以再塗一些些出來 然後比較更明顯一點點 要不然就是底下的陰影這一塊 可以再加更重一些 讓它有直接完整貼合在上面的感覺 那我想要再更複雜一點的話 你這邊可以塞一些葉子啊 我們塞塞看喔 看好不好看 先把它剪下來之後呢 選擇這陰影才貼上去 那我們剛剛新進庫畫的陰影就沒用了 我覺得加上綠色蔬菜之後呢 畫面上會更活潑一些喔 那當然啊 蔬菜上方呢 你要加一些紋理 那懶人做法的話呢 就是複製一份出來 去配一下色彩增值 然後補透明度控制一下 如果顏色層次沒有明顯出來的話 要嘛就重新再畫一塊 要嘛就是顏色再調一下 那我反正比較懶得的做法 就是用混的模式啊 然後稍微有點亂七八糟去 交錯混著出來這樣子 好 因為你看喔 至少蔬菜上有些 不規則的綠色的痕跡 然後後面呢 可以再補個陰影給你看喔 讓它層次更明顯一些 來 來 熱狗到這裡 我覺得 ok的啦 不會 我沒有想要加東西喔 因為那個有版本看都算過關了 那再來呢 我們就加一下字 字的加法呢 有非常非常多種 那我今天來加的是 直接在上方打字的版本 沿著我們熱狗邊緣的形狀喔 這個 我們先把路徑給做出來 然後利用T 路徑文字工具 然後點一下 阿豆 顛倒編了 來 用鋼筆工具做 欸 壺形應該也可以啊 來 用鋼筆 阿豆 中間跪不空格喔 把連在一起 然後選一個自己要的 如果阿這個轉彎這邊很明顯喔 這裡是有貼近的感覺 但這邊開掉了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小白呢 來調整一下我們的路徑 如果字放大之後空間不夠被擠掉了 那就是用小白再把字 路徑拉長一點點 然後字的顏色還一下 就這樣 要幫我們按一下 那就是 那就是 嗯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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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這裡我多補充一下 因為我爛看的時候我覺得那個 熱狗的這個寶的痕跡啊 差了一點點 所以希望說他的痕跡可以再明顯一些些 那底下因為已經有很多紋理了 所以這裡我就會用混能模式的色彩增值去處理 假設顏色調配好之後拉遠看 那你如果覺得這樣的過度是ok的 那就這樣 那如果覺得不夠的話呢 看這條顏色或者條不透明度都可以 讓他的漸層感更自然一些 然後 如果覺得太死了 那種說不出來的空虛喔 所以就再補個愛情給他 對 好的 觀點 好啦 這樣就 大功告成 那就是我們今天的練習範例哦 熱勾